烏克蘭戰爭狀態 烏克蘭戰爭狀況 前方戰報 普京正在轟炸吉普 正在進攻吉普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就烏克蘭戰爭 會議結束 北約立即啟動了重裝備 支持烏克蘭 立即啟動了武器裝備 通過波蘭邊境進入烏克蘭 歐洲跟烏克蘭提供美月資金 提供歐月資金 在這裡解釋一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以後 馬上啟動運送裝備武器 武器裝備 通過波蘭進入烏克蘭 馬上啟動 現在正在途中 現在可能已經兩個小時了 可能差不多了吧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 歐盟 給烏克蘭提供資金 而中國跟普京打電話 他們兩個商談 假裝卻普京談判 歐洲同意談判 這個談判決定是假的 絕對假的戰爭正在繼續 正在轟炸 吉普 現在已知的戰爭死亡人數 烏克蘭死亡500多人 普京 普京的俄軍死亡800多人 普京正在推進 烏克蘭總統 正列斯基和吉普斯市長 以及前烏克蘭總統 他們都拿起武器參加戰鬥 烏克蘭一世全民接兵 說許許多多的人排隊進入烏克蘭 參與烏克蘭戰爭 排隊參與烏克蘭戰爭 排隊參與反清約戰爭 現在戰爭正在繼續 現在戰爭正在繼續 中國假裝卻俄羅斯 那是假裝 前方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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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正在轟炸吉普 吉普人人人拿起武器 迎接侵略者 這場戰爭能夠打多久 我的估計戰爭不會停止 也折倒下去 有人說俄羅斯打不起 希望一天結束 可能也許結束嗎 這是戰爭的第三天了 這是普京戰爭第三天 這是烏克蘭反清約戰爭第三天 有結束的結像嗎 沒有 因為普京打得起 普京也輸得起 因為他背後有14億中國人 他們背後有共產黨 他們背後有中國 源源不斷地會跟俄羅斯 運送所需資金或所需糧食 中國為了支持普京 購買普京的 購買俄羅斯的小麥 中國正在向俄羅斯提供所需的物資 特別是經濟 普京在中國已經拿到了 一千多個億的美元 夠他打了幾天了 而且每天的戰爭 中國要付一個億的美元 共產黨付得起 因為他有14億韭菜 共產黨付得起 因為他不斷在美國洗錢 共產黨付得起 因為美國繼續支持共產黨 可以在美國拿錢 因為美國付得起 因為中國付得起 背後有美國 那這個錢呢 美元呢 遠遠不斷地跟普京提供 歐盟國家紛紛 欠責俄羅斯 俄羅斯國內五十多個城市 反對普京發動戰爭 俄羅斯逮捕了差不多兩千多人 到底普京逮了多少人不知道 這是傳承兩千多人 因為普京的這個國內 俄羅斯的國內 反對普京發動戰爭 歐盟國家紛紛制裁俄羅斯 英國啟動制裁普京本人 歐洲歐洲有些國家 比如說德國 德國有些是態度非常曖昧的 幾乎是支持普京 但現在德國也堅持不行這個壓力 德國也同意把 俄羅斯提出出SWIFT美元計算機制 以及德國、法國、義大利 還有其他一些國紛紛表態 支持把俄羅斯提出出美元計算機制 德國都在向烏克蘭運輸武器 這個戰爭打大了 直接打到了歐洲 因為普京的戰爭就是打歐洲 普京在打烏克蘭的時候 他直接進去了切爾布里黑特戰 打開了切爾布里黑特戰的石棺 就是把這個黑污染放出來 現在放出來的部分 他們據說在池量的時候 空氣中的這個黑污染在不斷提高 這對歐洲是一個死亡威脅 現在還沒有完全打開 如果再通過轟炸的話 直接打開了 然後歐洲就完了 當然歐洲完了俄羅斯也完了 烏克蘭不用說完了 整個歐洲都完了 俄羅斯也是歐洲 因為他不在乎 他學習了習近平跟美國決略使戰 美國沒有什麼反應 美國好像是不感興趣 美國形式上一小動作 美國沒有大動作 我的感覺美國政治詭異 美國沒有興趣 這次戰爭不是普京余國的 是普京和聯合國同時向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向人類發動的戰爭 因為他們精英們有一個計劃 用戰爭用黑武器用病毒消滅人口 現在普京發動戰爭 符合那些人的消滅人口的概念 所以這個戰爭會繼續 下一步怎麼發展 現在還是未知數 至於中國呢 中國正在醞釀 正在醞釀 中國隨時可能爆發戰爭 中國一旦爆發戰爭 向台灣開戰 就向美國開戰 向美國開戰 就向日本開戰 這個戰爭就打大了 也就是說 美國 當然美國也不在乎 不在乎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了 美國在乎的是亞洲 我剛才說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 關於烏克蘭的這個戰爭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結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派出了 這個幾百架飛機進駐到烏克蘭周邊 火炮 火炮 坦克 以及航空母艦 都在向 黑海 地中海 運轉 都在圍繞著烏克蘭戰爭 因為他們要防止普京把戰火直接垮到歐洲 這個 這個是圍堵不了的 戰爭如果是想打仗的話 這個你怎麼都防止不了 防止不了 昨天做視頻 剛才上午做視頻我就說了 普京對於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沒有任何的事情 無緣無故的發動戰爭 無緣無故的發動戰爭 結果烏克蘭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誰都可以加入啊 曾經普京還問過 普京可不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何況那不是現在的事情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這不是發動戰爭的理由 這個是個意識的理由 這跟戰爭沒有關係 普京發動戰爭是普京需要戰爭 普京發動戰爭是不需要任何理由 戰爭就是最大的理由 所以普京發動戰爭 他看中了美國的政治詭異 可以打一仗 普京打這一仗 儘管是現在戰爭沒有結束 普京已經贏了 調動了全世界的神音 調動了美國 調動了歐洲 調動了亞洲 普京已經贏了 普京收穫了中國跟 跟普京 中國跟普京確定了 世界哲序宣言 中國五條約支持普京 支持普京對 烏克蘭發動戰爭 支持普京反對北大現役工業組織 東狂 中國反對北大現役工業組織東狂 那幅公報裡面引述了 江北街被靠背 無死鳥地活走 戰爭的背後就是中國 中國有14億人 遠遠不斷地把 俄羅斯所需要的物資運過去 特別是錢 特別是美元 中國一手在美國拿錢 右手就跟俄羅斯對西方反弄戰爭 西方制裁 不制裁中國 沒有任何的意義 普京的背後就是中國的支持 沒有美國的 沒有中國的這個美元支撐 這個戰爭是不好打 但是呢 由於中國的態度曖昧 最後普京的槍口會掉轉來 對對對付中國 現在中國呢 也有些後悔 有些後悔的人 認為普京會輸 現在普京沒有輸 吃了中國有的後悔 中國是沒有這個底氣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 建立在別人的基礎上 看普京的臉色 可以不看美國臉色 本身就不看美國臉色 本身就是打美國 烏克蘭戰爭也是打美國 知道美國現在不行了 影響力不行 不是美國不行 是美國沒有這個氣派 不是美國打不贏 是美國不想打仗 所以普京可以向西方開戰 所以中國可以向美國開戰 因為美國不想打仗 那麼現在戰爭正在繼續 戰爭已經到了第三天 死亡人數 總數達到了一千多人 實際上遠遠不知這個數 那麼台灣呢 台灣可不可能被籌賣呢 根據這個戰爭狀況來看 台灣會被籌賣的 台灣會被美國籌賣 跟中國共產黨 欺求中國不要打烏克蘭 那你不打烏克蘭 那你就算烏克蘭不打 你台灣也捨去了 台灣捨去了就捨去了美國 捨去了日本 捨去了日本 就捨去了亞洲 所以中國戰場 所以中國戰場還沒有開始 中國戰場一定會在最近打響 不管怎麼說打不打響 他們都在準備都已經打響了 希望朋友們訂閱我的頻道 傳播推廣我的頻道 我每天給朋友們提供最新信息 提供烏克蘭前方戰報 提供普京戰爭的情況 普京戰爭的戰報 提供烏克蘭前方的戰報 現在烏克蘭 不差武器 不差資金 也不差人 現在烏克蘭是全民接兵 迎接親約者 但最後如果普京打不下來 普京會怎麼樣 普京會發動細菌戰爭 普京會啟動暗殺明殺公開殺 普京和中國會向全世界啟動暗殺程序 普京5月如果說烏克蘭是親約者 5月如果說烏克蘭是納粹 5月如果說烏克蘭是納粹 5月如果說消滅解除烏克蘭 這個5月如果就是現在符合用戰爭殺人的理念 所以普京看中的時候 現在發動戰爭幾乎沒有後果 還會成為人類的英雄 敢於發動戰爭 像中國敢於向世界投毒 什麼後果都沒有 普京也沒有後果 普京發動戰爭也沒有後果 雖然現在不能跟世界做生意 冬結了普京的財產 冬結了俄羅斯的財產 現在英國也啟動 冬結普京本人的財產 普京沒有省下 後面有中國 中國沉不住了後面有美國 這也是個戰爭的循環鏈 是個戰爭鏈 是個循環鏈 這是全球戰爭 是循環鏈 讓戰爭越打越打 中國是非常有底氣 中國又沒有任何的約束 中國沒有任何的負擔 不承認要民意 想打就打 想殺就殺 只是中國來 中國人的老百姓和慘了 老百姓已經綁在了俄羅斯的 綁在中國共產黨的戰車上 中國又綁在俄羅斯的戰車上 就這麼循環 戰爭會繼續 戰爭會繼續 截死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接著是談判談判打打談判 這個戰爭一直要持續下去 不會停止 普京還有殺手劫 還有殺手劫 就是啟動中東戰爭 再啟動 再啟動去尼亞戰爭 再啟動非洲戰爭 全面戰爭 最後包括中國 普京會啟動中國戰爭 普京如果在烏克蘭一帶打了敗仗 那掉回頭來 中國就撤不完鬥子走 不知道你要拿多少錢 或者拿多少地 或者拿多少人頭 我們拭目以待 好吧 現在我們談到這裡 希望朋友們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的美術工作計畫 藝術是人類共同財富 是大家的財富 OK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Goodbye